环境部依照碳肺费率审议会的决议 预告了一般费率每公顿300元 优惠费率分别是100元以及50元 明年上路2026年开始征收 却引发了企业反弹 经济部也罕见发声 这恐怕会降低产业国际的竞争力 对此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 台湾的碳肺价格在亚洲已经是算偏低的 这次就想挣扎一下 而如果现在不做未来的负担会更大 监督明年度总预算 直政党立委夏马威 毕竟环境部升格 对国家推动精灵减碳有重要角色 碳肺拍板一般费率 每公顿征收300元 优惠费率则是100及50元 企业反弹嫌太贵 连经济部都罕见发声明表达遗憾 这次的这个痛 像挣扎一下下那种感觉 如果现在不做 未来复用的这个成本会更大 日本韩国它的化石燃料税 也是类似碳肺的一种 都比我们高出两到三倍 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碳肺的价格 在亚洲里面还算是偏低的 这争扎下去 对台电确实增加15亿支出 中油则是虚缴19亿碳肺 外界担忧引发绿色通膨 又推升电价上涨压力 更有建商称通膨的预期心理 已经让营造成本比去年上涨10% 按照现在的费率 房价涨能够上涨的比率不到0.1% 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收了碳肺之后 电力建费就会涨了 没有 我们算过大概是0.00几块 所以台电应该不会因为碳肺 而提高这个价钱 对于绿色通膨也不是很明显 环保团体也有意见认为碳肺 湄公顿应该至少要征收500元 经济跟环保本来就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费率低呢 是让你愿意去做减碳 然后让你比较不要那么痛的开始 顶住各方压力 碳肺明年上路 2026起开始征收 彭启明喊话 2030年碳定价目标2000元 每年上涨幅度 仍需在环团与企业间取得平衡 这就是123台报道 鲍钝